《野球孩子》應該不是一部讓你痛哭流涕的電影 也不是一個教你如何賣相成功的電影 那跟之前幾部紀錄片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會覺得說是他不只是觀察這群小朋友 這群打棒球的少方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也觀察生命、觀察時間 觀察我們生活中最細微的感動 那我覺得這部電影真的非常好看 然後歡迎大家8月14號來進電影院看《野球孩子》